对于后期处理复视相机的RAW格式文件 一直都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就是使用Capture One要好过于Adobe Lightroom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您看过我之前的后期教程视频 肯定知道我一直都在使用的是Lightroom进行后期处理 但是今天我准备说一说这个Capture One 是因为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噪点的极限处理 在用尽了各种方法想要获得最佳的画质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两个软件的区别 并且通过它们处理的结果差别还挺大的 所以就有必要做一下对比 这样您在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尝试一下我这个方法 并且在最后我会解答一下大家问过我的问题 作为复视用户 为什么我会仍然坚持使用Lightroom做后期 虽然相机都会标注最高的ISO 可以高达51200甚至更高 实际上我觉得用到3200就算是很高的ISO了 更不可能用到51200了 而平时拍摄我也会尽量的避免使用不超过1600的ISO 但是这些都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在很多外界条件很苛刻的环境下去拍摄 这一底线不得不被打破了 而罪亏祸首通常都是需要很高的快门速度的拍摄 比如我前不久的那次航拍 照片基本上都是使用ISO3200拍摄的 在光圈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 为了提高相机的快门速度 ISO自然就需要提高了 来获得等量的光线 而使用了高ISO拍摄出来的照片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高噪点 大量的噪点让这次航拍的照片 把我搞得很头疼 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后期 这也是为什么有了今天这个视频 咱们先来看几张本次处理的结果 这些都是使用ISO3200拍摄的原片 和最终的效果对比 今天咱们先不说调色 因为如果您下载了我的预设的话 会发现套上CT Sunrise这个预设 就可以直接出我这个颜色的效果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次咱们就单从照片的RAW文件解析 和降噪锐化这三个方面 去进行一个对比 我使用的是Adobe Lightroom 10.3版本 Capture One 20 Express Fujifilm 也就是给富士用户的免费版本 只要是您买了富士相机 直接去官网下载就可以免费使用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Capture One 它没有语言的设置 所以今天就只好拿英文版 来给大家做演示了 分别把原始的RAW文件导入Capture One和Lightroom之后 第一步就遇到了解析的问题 很多人就跟我说过 Capture One要更好一些 咱们一起来看看结果如何 在缩小的时候可能看不太出来 咱们把它放大到200% 中间比较靠上的位置 比较能够体现出它的效果 因为这里既有建筑和微小的细节 也有合面的单色区域 这些单色的区域 噪点就会更明显了 先来看看Lightroom的解析效果 毋庸置疑 噪点非常的多 再来看看Capture One的效果 怎么感觉噪点更多了 对比这两个软件解析出来的效果 会发现Capture One虽然噪点更多 但是它在细节保留上 会明显要比Lightroom更好一些 从建筑顶端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出来 还有就是远处布鲁克林大桥 也要更清晰一些 从这一点不难得出结论 在解析RAW文件的时候 Capture One可以还原出更多的细节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的噪点看起来会比Lightroom 要更多一些 下面就开始降噪的处理 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噪点去除掉 在Lightroom当中 拖动噪点消除 到达75的时候 噪点就基本上控制的非常少了 但是您看这些建筑 也模糊的一塌糊涂了 拖动细节参数 可以恢复一部分的建筑细节 当拖到80这些噪点就又回来了 所以在Lightroom当中的降噪处理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再来看看Capture One 拖动Luminance到100 仍然有少量的噪点存在 同样拖动下面的Detail 恢复一些建筑细节 和Lightroom一样 同样增加一些颜色的降噪 对比最终的结果 尽管Capture One 在降噪拉满的前提下 仍然有少量的噪点 但是至少它的建筑 没有像Lightroom当中 有大量色块的感觉 这也是大家常说的涂抹感 就像是画画的时候 涂抹出来的颜色色块 建筑原有的细节 没有被很好的分离开 从降噪处理的对比上 可以得出结论 Capture One可以降低噪点的同时 保留更多的细节 而Lightroom处理的效果 色块 涂抹感十分的严重 最后增加一点锐化 看看这些细节 是不是能有一些改善 在Lightroom当中 增加25的锐化之后 噪点就又回来了 但是之前的色块 涂抹感 确实略有改善 这也是值得开心的事 回到Capture One 奇怪的是在增加锐化的过程当中 您注意看建筑上的细节 只有一部分建筑细节得到了锐化 另外一部分居然变得十分模糊 我猜这可能是因为刚才 噪点消除的时候 我拉满的原因 降低一部分噪点消除之后 果然这些模糊的部分 恢复了一些细节 所以警报解除了 对比这两个软件处理的结果 不难发现Capture One的细节恢复 要比Lightroom好太多了 噪点控制方面 其实Lightroom要更好 但是由于它对细节的损伤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这一点点的优势 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这次航拍的照片 其实我做了多段式的处理 第一步先在Capture One当中 完成以上的降噪和锐化处理 导出TIF格式的文件 再将这些TIF文件 导入到Lightroom当中 进行后期的调色和二次的降噪等等处理 最终获得了大家看到的效果 有人会说这么麻烦 干脆就换一全画幅相机得了 这里我想说说我的看法 咱们不能因为拍摄遇到点问题 就去责怪自己的设备不好 换了相机 其实也不一定会有质的飞跃 因为根本就没有完美的相机 我就是从全画幅转的复视 每台相机 其实都有它的优势和劣势 当然如果您是每天都去做直升飞机航拍 或者这就是您的工作 那么去找一台 适合您所在领域的设备来服务 是必须的 说不定全画幅都不一定够呢 但如果您像我这样只是偶尔去体验一次航拍 真的没必要为了这么一次去做一个万全的准备 先了解您所拍摄的题材和领域 再看看相机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这要是隔十年前呢 我肯定不会这么说 但就今天的数码相机技术来说呀 真的是普遍素质都要比以前高太多了 很难去说谁好谁不好 也正是科技的发展呢 让相机之间的差距变得很小了 让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 可以很任性的去做选择 所以您就放心大胆的买自己喜欢的 真正需要花费心思和时间去琢磨的呢 其实是如何去拍摄和后期照片 这些才是能够让您的照片带来质的飞跃的方法 这次对比的结果呢 也是我使用Lightroom先处理后觉得不满意 才想到要不要试试这个Capture One呢 试了之后才发现有这么大的差别 但尽管如此 仍然没有改变我平时的照片处理习惯 继续使用Lightroom 这也是很多看了我视频的小伙伴啊 非常不解的一点 其实呢原因很简单 第一我平时拍的照片呢 并不会使用如此高的ISO 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噪点 Lightroom的处理啊 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我呢曾经其实也试过这个Capture One 在低ISO照片上的处理 其实它的结果和Lightroom没有差太多 所以也就继续保留了我自己十几年的后期习惯 继续使用这个Lightroom 第二点呢在处理延时视频的时候 需要搭配一个叫做L2 Timelapse这个软件 而它呢只支持Lightroom 所以呢我也就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第三Lightroom在图片管理和调色上呢 其实要更方便 您看我这个预测就是 当然呢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用的是免费版的Capture One 在功能上呢是不是没有被完全打开啊 但是我相信您各位啊也很少有人去购买它的付费完全版 相比同样付费的Lightroom来说 Adobe的摄影师套餐呢其实要更便宜一点 况且作为Adobe的签约摄影师 我每年呢也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使用权 所以综合这三点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坚持使用Lightroom的原因 如果您是刚刚接触摄影 购买了这个富士相机 我呢推荐您去下载使用这个Capture One的富士免费版 它呢不仅可以完成将近80%以上的后期调色工作 还能套用富士的胶片模拟 是很值得推荐的免费后期软件 当然呢这是在您不打算购买任何软件的前提上来说的 如果您计划购买付费的后期软件 那呀咱们就得看看性价比了 像一次买断性的Luminar AI 以及Adobe的Photoshop和Lightroom的套餐呀 都是不错的选择 感谢收看旅行适用小课堂 我是ID 平时呢我会分享自己遇到的问题 以及研究出来的解决方案 包括前期拍摄和后期的修图技巧 如果您也喜欢旅行 喜欢拍摄城市建筑和岩石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每周分享一个与旅行摄影相关的小技巧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